手上一鸟儿 品一代辉风晚韵 赏一部文化经典 各位好 这里是金种子复合香冠名的纪录片 中国辉菜大师 我是主持人任良韵 今天为大家请到现场的两位嘉宾 是文化学者周世元周老师 还有中国烹饪大师 中国辉菜大师孙承映孙老师 欢迎两位 我觉得对于很多厨师 特别是大师来说 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看家本领 当然这样的本领 常常是几代人 不断地传承和发扬下来的 对于他们来说 这既是独门手艺 更是真正的荣誉 所以我们这期的主题就叫做 留住荣誉 首先我们要带大家来到长江边 认识一位无胡的中国辉菜大师 佟春年 这期的主题就叫做 对于häng与万人的门 不 heißt 我会有这个女孩 不就是 你 这种女孩 在镇子里有一个年轻 这是大的女孩 对于都 有使用老物件 才能唤醒当下食材的传统味道 童春年带着儿子童俊祥 在找一把已经失传多年的菜刀 你看我走的那把刀没有走 这个市场还没有 没有 好像进关门了 我们再看看 再走走看 再去走走看 但为什么要走这把刀呢 这把菜刀对于我们做厨师来讲 特别我个厨师 这里很重要 所以我有一种情怀 那个四方菜你现在怎么想的呢 我在考虑看法吧 还要考虑 我也不知道你还要考虑什么 张仙贵 同春年的得意门生 五湖鲁岗三仙的传人 和师父一样 他同样有把老手艺传下去的心结 他不愿意看到鲁岗三仙 在他的手上后继无人 今天在搞什么创新菜啊 做一个青春菇卷桂鱼皮 哦 那这个好 这个好 这种菜你看起来对不对很简单 它实际上费工费事 但这种费工费事就是我们处置的体系 我觉得这车如果不赚钱 就没必要再这么做下去了 你很不舒服 你是个好厨师 能对为你搞成本核算 这个鲁岗三仙是匪迹传承 我们还要紧手下去 从这些东西来去设 跟我们市场上来有一些小统统 我想我们怎么样 把它做出我们的特色 我们把老师傅这个好的东西传承下来 我想顾客会买单 谢谢大家 在同春年四处寻刀的日子里 徒弟张仙贵却为师父默默地走上了找刀之路 这是一把曾经照亮江城菜馆的炉岗菜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麻药也不错吗 这个小 这种胡鸭 这条大裙子也不错 来来来 我们来帮忙 来来来 我自来自来 好 好 好 里面去 里面去 搞得不错吗 好 好 好 来 你坐坐坐 好 好 好 谢谢 老子 我做好受产的一斤宝贝 什么宝贝 我来送给你 生产的火山石银的路杆斜头 踏破铁鞋无匿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同春年喜出望外 但更让他高兴的是 徒弟张仙贵为了传承 给传统菜送了一个大礼 你妈妈知道 我们过去 我们把它围绕着一架 然后这一架 就到外面就绑出去了 这个行动很简单 一把菜道打听一下 我们的师傅 这边一站传菜的 就好感应用在刀刃上 前品 中车 后堵 好 今天我们就拿 这个五湖的三道菜道 把我们的传统菜 发布葫芦芦芦 我来搞一个 好吧 这话你注意到你的特色菜 好 我来吃武道铁 大喜的日子 同春年兴奋的开刀 磨刀 他要用这把新刀 为张仙贵新店开业 烹饪他的拿手菜 八宝葫芦芦芦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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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吻 来啦 八宝葫芦鸭 мы vais прав影 excited 八宝葫芦 鸭皮脆爽油滑 线心松爽软糯 与牙齿碰撞出的是快乐 在口中回味的是幸福 怎么样 你们现在这个酒店能不能煮这个菜 现在煮这个菜面一个是何宫何室 还有一个成本也大了 就是不客气是不接受 那不要紧嘛 我觉得你想这个死人定制就可以做 对不对 传统菜它有接受度的 不一定是大众化特广 私房菜馆我觉得可以特广 我来是一个情节 总想把这个传承下去 但你来也有这个技术 我觉得你们可以把它发扬挂大 还要做 你往头这里 这个私房菜馆怎么样 来上五经济费酒员 你不要老假的事 我没有要考虑这个事 你现在不经历干了这么多年 大众的老板还继续在烧菜 有的时候有点是顾客的一份信 现在好多小孩子都不学厨师了 他觉得厨师好像有战有力啊 你要我们在全国这些多少做餐饮的 我们这也是经常谈的女生海 就像一谈前来谈一日 像这么好的品贴 他要跟各式大师学习 你要少走多少晚 这好像也是一个受贿问题 是的 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一家的问题 而且也不仅仅是我们这个行业问题 可能其他行业也存在这个问题 是不是每个年代都出现这个情况 但是我要谨心 就是受贿总是在进步的 确实也感觉到也是行为的 就现在年轻人 也有部分人他们也肯学学 爱学学 我的徒生们 学生们 整个人也有项目讨教理 他们也想把它传承下来 好的东西他们也有意识 一条围裙 一把锄刀闯天下 多年的从业经历 凭着那份挥之不去的执着 同春年一直在寻找 深藏在内心深处的愿望 同春年清醒地意识到 工序复杂 附加值不高的产品 是导致老手艺失传的原因 但作为个体 很难改变这种现象 唯一的出路 就是尽最大可能 发掘 整理 保存 将老记忆继续传承下去 来安徽吃灰菜 大师烹饪更美更香 来安徽喝好酒 大师手酿更柔更香 吃正宗灰菜就喝金种子复合香 新年新春新气象 好酒好菜更长久 刚刚在片子里就看到 这个佟春年佟大师 一直在找卢岗菜刀 一把菜刀那么重要吗 一定要卢岗的菜刀吗 因为菜刀是一个厨师 最重要的武器 必须得有一把好刀 叫公寓善吉士必先立吉器 你讲的特别对 卢岗这个地方的菜刀 用的都比较好的钢柴 敬酒耐用 另外拿在手里 比较得心应手 所以卢岗的菜刀 就成为徒师们 非常渴求得到的 一把好的工具 那说到去吴湖 我以前一直觉得 最好的一口还是姜鲜 那吴湖的姜鲜做的也确实好吃 可是现在长江开始十年进步 这以后是不是吃不着姜鲜了 现在我们就比较要从家庆家序 这里面的粉 这次我们托纳审 也就给我们带了一个 抱抱鸭 这个抱抱葫芦牙呢 它做得很长久 它把这个鸭子选的 是喝茶里面吃小鱼小小的 蚂蚁 它这个鸭子才是整鸭出国的方法 然后夹上抱抱 抱抱的味道可以制成到鸭子的味道去 鸭子的味道可以制成到抱抱的味道去 要相得益彰 相得益彰 不错 你刚才说到这个整鸭剃骨的 我看到那个铜大师在片子里 对对对对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绝技啊 要想哪一个大师 就必然在学出的时候就要学会 真子出国 正鸭出国 正义出国 我们经常形容演员啊 说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实际上厨师也是这样啊 要想成大师 那是多少日月的这种磨练 我刚才在看这个同春年大师做菜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好像心中也有一种倔强 不仅仅是为了做好这一道菜 更多的时候 他是要留住这个五湖菜 五湖过往的这种辉煌 或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 留住荣誉 我想这不是一个同春年心中的想法 也是很多的灰菜大师他们共同所坚守的一种情怀 或者说共有的一种倔强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带大家了解另一位灰菜大师 他的名字叫陆润群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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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这个老门脸看起来不起眼 可门头上新苏老闺馆的招牌 已经高悬了110多年 从我祭祀喜好 父亲就开始做新苏灰菜馆了 从最小的一个 只有三四张小桌子 慢慢起家的 然后一直到今天 基本上从小的记忆 就是说都是与饭店息息相关的 陆任群 陆志谦的父亲 是这间灰菜馆老招牌的 第四代继承人 陆任群 陆志谦的父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能都有一些自己的总结有一些经验 从上海回到屯西五年后的路之前 终于和父亲达成共识 决定在今年的冬春之教 帮助姐姐在黄山之外的安庆 开一家新店 我姐姐一起叫上 一起来参谋参谋 这个字号你们一定要把它保留创成下去 第一主要的原因还是品质 才能维持长久 还要带着这个做菜的情怀 父亲的丁宁千言万语 但最后还是落在灰菜的招牌和菜品的招牌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高姐 我们下高速了 然后马上就到了 带着父亲的丁宁 如之前来到了安庆 爸爸性格跟我的性格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的 我觉得我没有完全胜得他的一些真传 但是我也在努力中 我希望能学到更多 迎接陆志迁的 是她的姐姐陆碧珍 今天她将陪着姐姐和设计师 进行一轮沟通 这边是一个包厢 这个是个小包厢 这边是隔一个包厢 隔一个小包厢 你包厢应该放那里 这边还有啥厂的 这边还有面厂 那边还有面厂 这里20个人我感觉不急吗 从灰菜特点和饭店经营的角度 陆志迁给姐姐提了很多重肯的建议 假如说你这个顾客接待 你记得没有这个期待 人家不一定来 有30个人为什么跑到你这里 这里坐一个 那个坐一个 当中还隔这么多 哪个吃得消 没有人吃得消 这是陆比珍正在装修的新宿老挥馆 你现在先轰轰一点 坐轰轰一点 对 你就是去 要有这个 希望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都希望我们能够独立 然后能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都希望我们俩去战斗 就像一个战士一样的去战斗 为灰菜的一个传承 做自己的一份小小的 未经浏了一份小小小的 让我们可以进度一步 向真正的一步 我最初的一步 我讨论 것을考虑着 我每次都想到我 都是宿舀的一步 我最后就这样 听到一个战斗 我我们在乱兜的宿舍 他会跟到你去战斗 我全家福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TORONTO 女儿陆碧珍带着孩子回到黄山 在外地工作的儿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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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我们看到了陆任群陆家 实际上陆家祖籍及西他们真的是五代丛厨 要说留住荣誉 这是真留住了 而且一直在传承下去 刚才我们在片子当中看到陆任群陆大师做的一道菜 名字很好听 叫全家福 实际上这应该是灰菜当中的改良后的一个传统菜 它应该还属于炖菜吧 从那自访来讲 这是自访的一道云菜 全家福在炖菜当中它不是一种云料 一锅菜一家人在吃 吃乐无穷 把它家庭的传承的记忆 拥了在这一个一锅菜方面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时间 这个炖菜好像急不得 一般人家人家吃灰菜 必要急 有等 也有热 二元烂 三腰蛋 菜能成薛 所以这道菜呢 也适合他们家庭的记忆传承下来 小伙子对了自己大学的时候 当传承的爷爷父亲的 这个初夜 确实很不容易 孙老师说得好啊 吃灰菜 不要急 要等 实际上做灰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不要急 要等 要一代一代的传承 正合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 留住荣誉 谢谢这一代又一代的灰菜大师 留住辉煌 留住荣誉 好了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下一期金种子复合香中国灰菜大事 下期节目再见 中文字幕图在这里